謝謝 好 感謝大家今天的光臨 其實蠻意外的 畢竟一個在前端 算是少數民族 所以今天有這麼多人來 其實有點驚訝 OK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讓大家有所收穫 好 那不免俗 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Leo 我的本名叫陳志龍 不過我個人不太喜歡別人叫我本名 有點尬 所以大家叫我Leo就好 好 那右下角 是我的粉絲專頁的 QR Code 那有興趣的 夥伴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幫我掃一下 如果今天有拍照片 也可以透過我的Facebook 的粉絲專頁分享給我 然後盡量幫我拍刷一點點 OK 好 那眼歸正傳 今天的agenda主要 會是從 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Angular的簡介 有人 今天第一次聽到 Angular這個名詞的嗎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都沒有 OK 那表示這一招可以很快的 跳過去 好 然後呢 最主要還是講Signal的部分 那最後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會用一些很簡單的範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Signal在Angular裡面要怎麼用 然後它的好處是什麼 好 那很快跳過 就是Angular是一個 由Google維護的開源專案 前端framework 那它可以幫我們建立大型 高性能的SPA 也就是Single Application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好 那 同時呢 它有非常多的核心特性 它可以包含 模組化 雙向數據綁定 依賴注入 組件化的架構 然後還有Directive等等 好 我相信大家聽到這邊 應該蠻想睡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好 我這邊很快跳過 總而言之呢 我講重點 總而言之那Angular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 靈活的框架 尤其是最近幾次的改版 從14到16 那Angular其實變化蠻大的 尤其是在今年5月的16版當中 始作Single的機制 所以才有今天的主題 讓Single 也順便調查一下 在此之前有聽過什麼是Single的嗎 有聽過的 有用過的也有聽過都行 其實蠻少的 因為Single其實在近年的前端框架當中 其實是很廣泛運用的 像是Solid JS 有人知道Solid JS的嗎 Solid JS 對 所以它其實非常受歡迎 非常熱門 因為它非常好用 所以呢 總而言之我們就趕快先來看看 我們的Single機制的部分 那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很簡單很簡單的說 就是Single它是一個 函式 它函式一個函式 然後它有一個Gator 跟一個Sator 那這兩個函式可以讓我們很簡單的去 存取或者是讀取或者是設定 Signal的值 我們存放在Signal裡面的值 那此外 它有一個Consumer list 也就是訂閱它的人 消費者清單 那這清單儲存了所有 訂閱這個Signal的函式 所以它減它的機制的工作原理 其實就是說 當今天我們去用Sator 去設定這個Signal的值的時候 它就會去通知所有的Consumer 然後執行相應的操作 那這種機制呢 為什麼受歡迎 以及為什麼它很好用 就是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在資料變更的時候 不用做很多事情 它會自動去更新我們的畫面 或者是我們所有有相應性的值 不需要我們去手動 去訂閱它 去追蹤它 所以我們的程式碼 可以在不同的系統 還有不同的部分之間 讓我們的程式更模組 更容易維護 OK 那它在Angular的機制 應該說 Angular去引入它之後 帶給Angular什麼樣的一個優勢 那這種所皆知 因為大家都知道Angular嘛 那原本Angular是由Zone.js 是由Zone.js來去控制整個DOM tree的操作 今天一旦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Component裡面 有了一個變動 有一個調整 那Zone就會幫我們去通知 去通知從root開始 去通知所有的Component 去做Change Detection 也就是變動偵測 那當然我們還是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機制去簡化它 但是不免俗的 Angular的Zone.js 它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功能 所以它會需要花費比較大的力氣去檢查 明明變動的地方 就只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在這裡 會 但是呢 你會看到 基本上 除非你有做一些特殊的設定 但是 如果你沒有的話 就是全部 它都會去 通知他們去做變動偵測 進而去 花費比較大的效能 好 所以Signal的帶來的優勢 主要就是說 它可以幫助我們強化 我們的狀態管理 它可以讓我們更有效的進行這個 應用的 我們程式的狀態管理 透過發送這個Signal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地在各個component之間 不管它跨越了多遠 都可以很輕鬆地去傳遞它的狀態變更 它不需要依賴很複雜的狀態管理 像是 好 不提 當然它也可以提升我們的程式的可讀性跟可維護性 就像剛剛提到的 因為它很簡單 你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操作 手動操作 所以當然你寫的code就越少 你寫的code越少 你的程式碼就會越有可讀性跟可維護性 然後當然bug也會比較少 因為你寫的程式比較少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寫程式在製造bug OK 那當然它有非常強大的非同步處理的能力 因為就像剛剛說的 你不用做很多事情 它都幫你做好了 只要你透過Signal去設定它的值 相對的 它都可以去 主動幫你做到通知的功能 那當然angular裡面也有用 angular本身跟RXZS它是很完美的結合的 那Signal的機制 它其實也可以跟我們的RXZS做一個很棒的結合 剛剛說angular大家都知道 那有沒有人沒有用過RXZS的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沒有用過 真的嗎 還蠻特別的 因為angular本身RXZS其實在Signal之前 RXZS就已經很好用了 對 我覺得說 在沒有Signal之前 大家基本上都是用RXZS來去做這種狀態管理 那當然現在有了Signal機制之後呢 其實就還 就讓整個angular的這樣類型的處理 其實變得更好用 而且它可以跟你的 剛剛提到RXZS做結合 好 所以就像剛剛說的 因為我們從 從我們ingular引入了Signal機制之後呢 它會允許我們使用 我們控制它的時候會更細 顆粒都會更細 就不用像之前那樣我們需要傳遞 傳遞一個值或者是一個東西的時候 然後我們需要跨很多層 跨很多層的component去傳遞 Signal是可以直接無視這個距離的 所以它會讓我們有更好的效能 更好的性能 那當然呢 因為它的發送跟接收都很簡單 很直觀 所以也是降低我們的開發複雜度 就跟剛剛說的一樣 我們寫的程式越來越 我們寫的程式比較少 所以我們開發的複雜度就會比較少 提升我們的開發效率 不用寫那麼多code OK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繼續囉 好 那最重要的是 Signal在angular裡面的實作長怎麼樣 那其實這一份 這個sourcecode 我個人還看蠻久的 看蠻久的 那今天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並不會真的很完整的把它講完 因為稍微有點複雜 我主要會focus在我們的這個紅框框這邊 Write WriteableSignal Implementation的部分 對不起 implement 好 那整體的結構 整體的結構大致上就像這個圖上所畫的 他們都繼承了一個叫做reactive node class 那總共有四個實作的程式會繼承它 像今天主要提到的reactive signal implement 然後還有computed implement 然後watch watch主要是這個effect manager在用的 也就是我們會在angular的signal裡面用effect這個function 就是它在做這件事情 那剛剛的computed implement就是在angular裡面 我們會用computed這個function去做 跟signal做一些組合的運用 這兩個會用到 那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reactive l-view consumer 也就是實際上去監聽 去訂閱這個我們的signal的最主要的一個 算是也是一直蠻核心的程式 那但是它就是主要運用在view 應該說畫面當中 這個view是指畫面當中 那這部分也是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的是先從這個reactive signal implement開始 好 那一切呢 故事的起源就是從這邊開始 我們一開始會用signal signal這一個function 去initial一個writable signal 那這個signal它主要的 怎麼new出來的就是剛剛提到的writable signal implement 然後你就是給它一個初始畫質 然後你可以傳入一個 去判斷這兩個值之間是否equal的function 如果沒有它其實就很簡單的去做比對而已 所以如果有的話 就是例如說你可以用low dash的is equal函數傳進去 那你兩個物件之間它就可以幫你很方便的去做一個檢查 是否相等 因為如果相等它就不會做事情 解省提升效能 然後呢 然後呢 initial一個signal node出來之後呢 會透過一個叫做create signal from function 它其實就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把這些 剛看到的實作的 我應該說後面會再提 實作的這些set function update function mutate function as read only function 這些就是只是assign過去而已 所以它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只有一個signal function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signal 來去使用它 那在這個create 我剛剛在下面 忘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簡單 它就是把你傳入的這個node reactive node 然後給assign到這個function 這個assign function就是這個signal 就是reactive node 應該說這個writablesignal implement裡面 它有實作一個function叫做signal 它就叫signal 它就是傳入這個function 然後把這些後面的這個物件 這四個function 然後assign給它 就這樣 其實很簡單 那這個signal它是一個symbol 所以這些function它就是 它是一個唯一值值 不會有另外一個等於它 所以這邊是非常簡單 好 那writablesignal implement裡面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當然它很大 所以我把它拆著幾個步驟 剛剛提到 我們可以傳入一個 equally的function給它 那它就可以幫我們去做比對 那此外它主要是做了五個韓式 第一個當然就是set 可以看到它會幫你檢查 用你傳入的function去檢查 你新的值跟舊的值是否一樣 如果一樣它就做事情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叫做postsignal set function 這個是幹嘛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問號 所以表示它是有的時候在做是 那這個function其實就是你可以透過另外一個 方法叫做setpostsignal set function 你如果你有設定的話 你有設定給它 它就會在你剛剛的設定完之後 全部事情都做完之後 然後幫你執行這個函式 ok 好 然後第二個 writablesignal implement 這個class它做的事情就是update 那很簡單update就只是set的進階版 因為它可以傳入一個function 它可以傳入一個function 你可以看到它實際上也是用set 它實際上也是用set 只是說它可以透過你傳入的韓式去做事情 所以它大致上做的事情就跟剛剛的set是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mutate 一樣雖然它也是傳入一個韓式 但是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就只用你傳的這個韓式做事情 那當然它裡面還是會去通知大家 只是說它就不會去特別檢查說 兩個韓式是不是相等 我剛剛看到它是在set裡面 才去做這個檢查 所以在使用它的時候呢 如果你要檢查你就要自己比對 如果沒有它就不會管 管你到底有沒有它就會都會做事 所以這是用mutate的時候 跟用set或者是update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透過閱讀程式碼 閱讀原始碼 我們可以更明顯的知道說 框架附於我們的API當中 它的實際上的差別是什麼 所以閱讀原始碼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對於自己在使用 那個框架或者是那個工具上 好 那最後它實作兩個韓式叫做 as read only 也就是說它會回傳 它會透過這個 create signal from function 的這個韓式回傳一個 read only 的 signal 也就是它不會 你不能去設定它的指的原因 它就不能夠設定它的指 它只可以讀取的意思 很簡單 那最後這一個就是剛剛看到的 它實作的signal的韓式 它就是很簡單的去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設定它一些東西 我就沒有特別寫上來 因為比較多 比較複雜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這個主要 其實我們就是在create一個 新的signal的時候 它就是在用這個在做事而已 好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OK 時間過得比我想像中的慢 我以為大家都很有問題 好 沒關係 那表示我們有時間可以來看一下範例 剛剛提到一般在 我們在signal之前都是用RXJS 去做一些狀態管理 那所以今天的實戰範例就會用 這個RXJS版本 跟signal版本去做一個比較 好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直接看code OK 好 都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小 好 這就是一個Signal版本 對不起 一個RXJS版本的程式碼 我們在沒有signal之前 大家應該都是像這樣子 用behaviorSubject 它的用途用法跟signal 有點像很接近 所以當我們去按下這個 ChangeName這個function的時候呢 它就只是去update 我們綁在畫面上的函式 的名字啦 那這個名字 Furname 它是透過訂閱這兩個behaviorSubject 透過這兩個 訂閱這兩個behaviorSubject 然後呢 去Mapping出一個新的字傳出來 所以非常簡單 所以大家可以看 唉唷 好 我重整一下 好 那以正常情況來講 正常情況來講 我們用了這一個 用一般RXJS版本 去做狀態管理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 當我們按一下 ChangeName的時候 你會看到 這個count 它是代表著它 被執行的次數 可以說是被執行 這個function被執行的次數 所以你看到 我們去Change了之後 它變成了3 意思是 這一個函式它瞬間被加2了 也就是被執行了兩次 因為我們在ChangeName的時候 我們會setFirstName 是setLastName 是總共兩次 沒毛病 對吧 沒毛病 OK 好 但是呢 其實這件事情 可以被避免 這也是我看了 之後才學到的 我從來沒有想到 可以這樣用 就是你可以在pipe裡面 加上一個DevanceTime 然後0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然後呢 然後呢 它就可以變成說 雖然我程式碼是一樣的 只有這個pipe有差別 但是呢 當我按下 一樣按下這個 一樣按下這個 ChangeName的時候 欸 它只被執行一次 這也是一個蠻特別的 冷知識 因為我也是看了才知道 好 那這兩個差別的意思 代表什麼 好 意思是 好 我們等一下 讓大家消化一下這段code 有沒有人 呃 應該大家都看得懂這段code吧 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應該沒有人看不懂的吧 OK 好 我還是稍微解釋一下一下 CombineLatits 就是指說 這兩個 Observable 都發出值之後 它才會開始第一次 它才會開始第一次的 它才會開始 它才會開始 執行第一次 所以一開始 我們看到的時候 它的次數都是1 雖然有兩個值嘛 雖然有兩個值 但是呢 一旦 後面這兩個 Observable 這兩個資料來源 有其中任何一個 做了資料的變動 也就是用next 去做資料的傳遞 那它就會被觸發 所以剛剛看到的 正常來說 它是被觸發兩次 但是因為有deboss time 零這個operator的關係 它可以做到就是說 讓你減少被執行的次數 變相來說 算是performance有提升 因為你就不用一直在執行 同樣的函式 好 那這是RXJS版本 那麼signal的版本呢 其實一樣 調整一下 讓大家看到 主要的程式都跟剛剛一樣 就只是說 資料的來源變成了signal 從behavior的subject變成signal 然後呢 我們用computed這個function 去把 去 去 等於是說去訂閱 這兩個firstname跟lastname它的變化 你可以這樣理解 你可以這樣理解 去變化 所以呢 如果這兩個值有變的時候 有變的時候 它就會執行這個函式 沒問題 所以呢 這個函式就會被我們印在這個畫面上 跟剛剛的意思 差不多 所以一樣 今天 當我們去 去 change這個firstname跟lastname的時候 可以看到 預期結果 這個數字 大家猜會變成多少 頭2的舉手 頭2的 頭3的 它沒舉手的是睡著了 好 沒事 OK 它就變成2 可以看到的是說 嗯 它跟behavior不一樣的是說 它不會因為你去set兩次 它就 次數就加2 它其實會幫你維持一個中間值 有點像是等它穩定之後 有點像啦 有點像是等它穩定之後 它才會去幫你通知大家的感覺 所以它其實並不會因為你 設置設了很多次 在短時間內 它就會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那當然它的程式碼也少很多 比跟剛剛的RXJS相比 我們可以看一下 變化 哎呀 哎呀 好 手殘 沒關係 我們在心裡 知道就好 好 我想讓大家看一下 左邊的程式碼 跟右邊的程式碼之間的 感覺 好 右邊的是RXJS 左邊的是Signal 可以看到程式碼少很多 程式碼少很多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Bug會變少 沒問題吧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 你的程式碼少一點Bug 今天你想要你的開發效率很好 你就是用Signal就對了 OK 好 其實還有一個差異 我覺得其實還有一個差異 應該說Signal有一個好處是說 一般 我這邊有comment 掉一些程式 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一般我們可能會這樣寫 當然我們其實呼籲大家不要這樣寫 但是你可能會看到你的程式碼 是像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呢 今天我可能把一個值 應該說一個Gator 大家都很喜歡用Gator 一個Gator 我們一樣 有人可能覺得說 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他就用Gator去做這件事情就好啦 然後呢 你一樣把它綁在畫面上 那這時候你就會看到右邊 右下角一直狂噴LOG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就是 不在你偵測變動的時候 他就會去執行 所以當你今天這個Gator 去做一些比較複雜一點點的操作之後 其實你的效能 會變差蠻多 尤其是當今天你畫面上有其他的東西 在互動的時候 例如說我去改這個input field 我去改 你可以看到他下面是comment log 這個複雜的 這個就會變成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希望 不建議 強烈要求 不要在你的template裡面 綁Gator的原因 因為如果你這邊做了很複雜的事情 他的效能就會很差 他每次變動偵測的時候 都會 都會去觸發這樣的函事 所以 感謝我們有signal 有了signal之後 其實輕鬆蠻多的 好 OK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請說 應該說signal本身 他其實就有做這樣子的比較 對 他其實就有做這樣子的比較 computed他比較 他有點像是說 像剛剛的 combile lattice combile lattice的類似的功能 他就是可以 因為你可能 你要 你要得到這個forename 你會有兩個source 那這兩個source的來源 只要任何有一個有變動 你都希望你能夠收到通知 你能夠收到通知 所以 就會用 computed這個function 去組合這些source 那他其實還有一些 比較進階一點 或者是說 應該說 比較好一點 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就是說 一般 我們在讀取這個signal的時候 雖然說 他是讀取的時候才會被執行 但是呢 你其實 如果你在這個computing裡面 你有做一些判斷 你有做一些判斷 有時候讀 有時候不讀的情況下 他在你不讀的時候 他其實會 他就不會去 他會解除 你跟他之間的依賴 有一點抽象 但是可以 稍微 記得一下這件事情 他會 但是他跟computing的不一樣 他只要 他的變動 它的偵測比較頻繁一點 你可以這樣理解 它偵測比較頻繁一點 只要你這一個 你沒有用到 但是你只要在這個畫面 應該說你只要在這個畫面上 你有接續監聽到 它都會去收到這個通知 所以它會比較頻繁一點 它不像Computed 它比較可以針對你有用的 你真的有用的去做一個監聽 所以稍微不太一樣 稍微不太一樣 對 OK 好 還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好 Anyway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剛剛我有分享一下我的粉絲專頁 大家都可以再跟我交流一下 然後後面我會 應該後續我會把這份影片上傳到我的粉絲專頁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看一下這邊的reference的list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一樣 歡迎到粉絲專頁跟我交流 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 淘汰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